本期视频是由NordVPN赞助播出 每个人对能量有着不同层次的见解 有人认为能量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能让世间万物保持动力的一个存在 也有人认为能量只是人类创造的数学概念 是个幻觉 甚至有人认为能量是可以无止尽地向真空中获取的 能量是什么 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 这里是小学科学 纵观人类的历史 人类不断地尝试用各种方法从自然界获取能量 而每一次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是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 古代的钻木取火让人类第一次成功支配了自然界的力量 人类与动物就此分道扬镳 以煤炭做燃料的蒸汽机爆发了工业革命 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增长 石油的发现让人类飞速推进到现代文明时代 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我们人类的故事还在继续 新能源 新能 核聚变的突破会加速人类文明发展 如果人类能利用地球所有能源 恒星的能源 甚至是星系的能源 那么人类将会实现文明的跨越 那么问题来了 其实人类所追求的能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能量这个概念真的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吗 所以本期食品将会把能量这一个概念分为十层理解 并且为大家深度解析 能量的本质 第一层 能量是物体对外做工的本领 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作品中提到了能量这一个词 他认为能量是物体所含有的活力或者是生命力 不过啊 能量在当时候依旧是个哲学概念 直到1644年 来自法国的数学家笛卡尔尝试定义了物体的所含有的运动量 也就是物体的运动量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速度 这个运动量可以被视为能量的雏形 物体的质量或速度越大 运动量就越大 假设这里有一个物体 有四个单位的质量和三个单位的速度 那么该物体的运动量是12个单位 如果物体的质量在途中突然减半 那么该物体的速度就会翻倍 虽然这个规律已经在很早之前被发现了 但是笛卡尔是历史上第一个人尝试用公式去描述物体的运动量 然而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让质量和速度不同 但是相同运动量的小球撞击一巴 它们会产生不一样的破坏力 不仅如此 如果我们让这两个小球滚向同一个斜坡 它们的上升高度会有所不同 那么问题来了 运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吗 直到17时几末 来自德国的数学家 莱布尼茨提出了物体的运动量应该要被定义为物体质量和其速度的平方的乘积 莱布尼茨发现到这个运动量在碰撞下是保持不变的 其实他的发现离能量守恒定律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已经有了两个版本的运动量 第一个版本是来自迪卡尔的 第二个版本是来自莱布尼茨的 至于哪一个版本对运动量的描述是正确的 两派人争吵了接近一个世纪 随后物理学家才意识到物体具有的运动属性并不只有一种 因此 迪卡尔的运动量被称为动量 而莱布尼茨的运动量被称为动能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种运动量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807年 来自英国的物理学家托马斯·杨明确地提出了能量这个概念 并认为物体的能量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所以莱布尼茨的动能就是能量 至于这个物体产生的运动效果是多少 应该要如何计算 来自法国的物理学家科里奥利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物体的重力乘以上升的高度 而这个物理量也被定义为功 此外 科里奥利在动能的前面加上了二分之一 这是因为能量恰好等于运动的效果 所以能量产生实际的效果是可以定量地计算出来的 1853年 来自苏格兰的物理学家威廉兰金提出了新的能量储存方式 也就是适能 所以当时候发现的能量有两种 也就是动能和适能 动能是随着物体的速度而变化 而适能是随着物体的空间位置而变化 从这个时候开始 能量就有了明确的定义 那就是能量是物体对外做工的本领 而这个定义是教科书级别的定义 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层 能量是守恒的 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 守恒定律能为我们找到变化中的不变 在机械能被发现后 物理学家发现到 我们的自然界还存在各种形式的能量 比如光能 热能 生能 化学能 以及核能等等 而这些能量之间能够互相转化 这些能量都有它相应的计算方式 19世纪初 物理学家开始寻找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间的联系 直到1845年 来自英国的物理学家娇尔设计了一个热能和机械能转化的实验 并测定出了热功当量 也就是将一磅水温度提升液化湿度所需的热量 可以转化为将838磅物体上提英尺所需的机械力 它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定量的功会产生相同数量的热量 然而对于当时候的人而言 这个实验还是过于超前 这是因为热与功看起来就是毫不相干的 许多人质疑为什么他们可以是相等的 按照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 热与功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它们的本质上都属于能量 之前我们就知道单个形式的能量是守恒的 而教尔验证了不同形式能量之间在转换过程中也是守恒的 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热与力联系到一起了 形成了今天的热理学 在教尔提出热功当量的几年后 能量守恒定律被广泛认可 并称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石 如果能量是守恒的 那么我们在计算一个物理过程时 我们能够非常自然地把不同形式的能量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 能量守恒定律能让我们通过初始条件来预测一个系统的最终宿命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往上抛一个物体 那么该物体最多能飞多高呢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我们都知道当物体抵达最高点时 所有动能会转换成实能 根据计算 该物体最多能达到五米的高度 此外 在处理比较复杂的系统时 能量守恒定律的优势更为显著 比如在计算水管内的水速时 我们不需要像牛顿力学一样 对每个水分子做受理分析 我们只需要运用能量守恒定律把水管的高度 以及水速连接起来就行了 此外 能量守恒定律从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我们一种直觉 举个例子 我们不需要计算都能确定这个蛋白不可能会砸到人 我们也能知道哪一种现象是违反物理规律的 因此 对于人类而言 能量守恒定律就像是物理界的宪法 是自然界的铁律 是无法撼动的存在 第三层 任何形式的能量都是由势能或动能组成的 刚才第二层提到了能量的形式有非常多 但其实这些能量都是可以被化繁为简的 也就是任何形式的能量都是由势能或动能组成的 让我举几个例子 所谓的光能是光子的动能 化学能就是分子之间的势能 热能就是分子的动能和分子之间的势能 核能是质子和中子之间的势能等等 这意味着无论什么能量形式都是由动能和势能组成的 刚才第二层提到了能量之间能互相转化 但是并没有告诉大家能量为什么能互相转化 其实很简单 所谓的能量转换只不过是势能与动能之间的转换 举个例子 坠落中的物体在接触地面后反弹 再慢慢地停下来 物体的能量慢慢地消失了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现象 这里有两种说法来解释这现象 第一种说法是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物体发生能量损耗了 物体的动能转化为热能和升能 而第二种说法是比较贴近本质的 也就是物体撞击地面后导致了地面的原子发生振动 也导致了空气的粒子发生振动 这两个情况对应着热能和升能 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认为物体的宏观动能会转化为微观的动能 这里不难发现 发生的依旧是动能或势能之间的转化 这就是为什么能量之间能互相转化 其实刚才第二层提到的能量守恒定律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能量守恒定律来预测一个系统的最终宿命 并不能计算出该系统完整的演化轨迹 比如在抛体运动中 能量守恒定律只能预测物体能到达的高度以及最终速度 如果我们想要描绘出完整的抛物线 那么我们必须要用到运动方程 如果要描述一个受力的系统 就必须要用到牛顿的运动定律或力学公式来计算粒子每一时刻的位置 速度以及加速度 能量不能预测粒子的轨迹 是因为能量是飙量而力是矢量 能量是没有方向的 只有计算力我们才能预测粒子的轨迹 直到1760年 来自法国的物理学家拉格朗日提出了最小作用量原理 拉格朗日认为 自然界中的物理系统会沿着一条使作用量最小的路径运动 什么是作用量 简单来说 所谓的作用量指的是动能减是能 在抛体运动中 物体的运动轨迹的作用量是最小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计算每一个点的作用量并求和 抛物线的轨迹的作用量是比其他轨迹或路径还要小的 自然界所有的系统或物理现象都遵从最小作用量原理 如果我们把这个作用量给欧拉拉格朗日方程处理一下 就能得到与牛顿力学完全相同的结果 当然了 这个最小作用量原理还存在着非常多有意思的地方 下次再与大家详细地聊聊这个话题 总的来说 任何形式的能量都是由适能或动能组成的 而且自然界遵循着最小的动能和适能差值进行演化 第四层 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 智能方程是物理中最美的公式之一 它经常被解读为质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转换 根据智能方程 一公斤的铅笔能转化为九成一时的16次方胶尔的能量 这相当于2000吨的TNT炸药 首先这里就存在两个误区了 第一 质量与能量并不是互化关系 而是等价关系 第二 一公斤的铅笔并不能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其实刚才第二层忽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 那就是智能 其实质量也属于能量的一种 那么问题来了 质量也是由第三层提到的适能和动能组成的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都知道所有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 而原子本身是由电子、质子和中子组成的 而质子和中子本身又是由三个夸克组成的 然而 根据粒子标准模型 三个夸克本身的质量是小于质子100倍的 这就好比三个一公斤的物体加起来变成300公斤的物体 其实这是因为夸克的动能和夸克之间的 是能为质子和中子提供了大部分的能量 所以物质大部分的质量都来源于夸克的动能和势能 大家可能在高中物理听说过 在核聚变这个过程中 质量亏损会导致能量的释放 所以原子一部分的质量能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但实际上质量并没有被转化为能量 发生的依旧是能量之间的转换 也就是核能转化为光能和热能 由于光能和热能逃离了系统 所以导致了质量亏损 因此 不是质量亏损导致能量的释放 而是因为能量的释放导致了质量亏损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 物质转化为能量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前提是释放的能量必须逃离系统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一公斤的铅笔能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吗? 首先 人类目前只能动用质子和中子之间的强相互作用的能量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核聚变和核裂变 其实这个能量占物质的总能量不到1% 不仅如此 由于夸克禁闭 我们无法动用质子和中子之内的能量 也就是说 物质大部分的能量被禁闭在质子和中子之内了 其次 虽然湮灭反应能让物质100%转化为能量 比如电子和正电子能产生高能光子 但是 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粒子 比如质子 它们的湮灭反应会产生额外的粒子 并不会100%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能量 因此 一公斤的铅笔并不能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总的来说 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 这意味着 看似毫不相干的质量和能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这是因为 它把看似毫不相干的质量和能量联系到一起了 同样的 我个人认为能颠覆我们认知的就是这个NordVPN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 比如转账只需要动动几根手指就行了 然而 网络的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安全 如果我们使用公共的网络 我们的银行信息就存在被盗的风险 而NordVPN就能预防这类事情的发生 当我们透过NordVPN上网时 所有数据都会通过加密隧道进行传输 骇客只能看到已加密的信息 此外 以前的我在制作科普视频时 需要浏览和下载大量的资料和素材 但是防不胜防的病毒攻击 让我的电脑当机好几次了 自从用了NordVPN 我就没有这种烦恼了 这是因为NordVPN会在文件下载时 扫描文件是否有病毒 并发出警示 不仅如此 我选择NordVPN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速度非常快 根据权威测试 NordVPN是市面上的标速服务 几乎比其他位居其次的VPN供应商快了一倍 只要点击一下 NordVPN就能维护我们多姿多彩的网络世界 现在点击我的专属链接 有4个月的额外服务 30天退款保证完全零风险 第五层 能量是比质量更本质的存在 假设我们有相同质量的物体X和物体Y 如果物体X移动了 那么物体X的总能量是比物体Y更大的 那么问题来了 物体X的质量比物体Y更大吗? 如果根据智能方程 物体X的质量确实比物体Y大了一丢丢 然而 这将会导致不同的观测者看到的质量是不同的 因此 物理学家认为物体的质量必须是不变的 用比较专业术语来说 质量必须是洛伦兹不变量 质量必须在任何参考系都是相同的 所以目前质量被严格定义为 粒子在静止状态下的质量 由于光子没有静止状态 所以光子的质量被定义为0 因此 完整的智能方程是能量等于智能再加上物体的动能 这意味着所有的质量都是能量 但不是所有能量是质量 所以能量是比质量更本质的存在 质量本身只是能量的一种表现 第六层 能量是无法被计算的 刚才在第二层提到了每一种能量都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然而 其实能量本身是无法被计算的 假设这里有一个静止不动的物体 那么该物体的动能等于0 但是对于在外太空的观测者而言 该物体正在与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 动能不为0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静止的物体到底有没有动能呢? 我们在第三层就提到了 任何一种形式的能量都是由智能和动能组成的 智能是随着空间位置变化 而动能是随着速度变化的 如果位置和速度是相对的 那么智能和动能是相对的 因此 任何形式的能量都是相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动能在不同的参考系是不同的 事实上 我们计算出一个物体 还有多少能量是没有任何物理意义的 我们更关注的是能量的差值 以及这个能量差能够做些什么 举个例子 在计算引力是能时 我们可以把地球表面定义为灵时能面 我们也可以把地下室定义为灵时能面 我们甚至可以把离地球无限远的地方定义为灵时能面 这意味着引力适能的数值取决于参考面的选取 并不是绝对的 只是为了方便计算过程 虽说不同参考系的适能数值并不一样 但是适能差还是相同的 我们只要计算这个适能差 能产生多少的运动效果就行了 同样的 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公式 也只注重系统内能差 而不是系统内能的准确数值 举个例子 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系统的内能 到底从十个单位减少至八个单位 还是从九个单位减少至七个单位 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实验知道内能的变化 是负两个单位 因此 我们只要知道内能差的数值就行了 并且这个内能可以做多少低功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刚才第四层提到了质量是能量的一种 如果能量是相对的 那么质量也是相对的吗 其实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之前提到的 粒子的质量是在静止状态下被定义的 所以任何观测者看到的质量是相同的 另一层意思指的是 在静止状态下 粒子本身的质量也是相对的吗 确实是相对的 粒子质量就是相对的 我们在实验室所测量的粒子质量是相对于真空而言的 如果真空中的能量是五个单位 而粒子的能量是二十个单位 那么我们在实验室测得粒子的质量就是十五个单位 当然啦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真空以及粒子准确的能量 真空的能量也可以是一万个单位 粒子的能量是一万零十五个单位 我们只能知道真空与粒子之间的能量差是十五个单位 这十五个单位的能量就是粒子的质量 所以在粒子标准模型里 所有粒子的质量是相对于真空而言的 总的来说 能量并没有绝对的数值 能量会因不同的参考系而有所不同 所以能量是相对的 第七层 能量守恒定律来自对称性 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里查德费曼是这样描述能量的 在物理上 有一个非常抽象的数学概念 人类通过计算发现到这个数值在经历了各种变化后不会改变 而这个物理量被称之为能量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能量只是一个数学模型 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能量只是个数字 无论怎么计算 人们发现到这个数值在某个系统经历了一些变化后 依旧是相同的 虽说物理学家知道能量是守恒的 但他们并不知道能量为什么会守恒 物理学家只是利用这些数值来解决大多数的物理问题 1915年 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当时候的他就已经发现到了能量在广义相对论中是不守恒的 随后他对厂方程进行修正并保全能量守恒定律 直到1929年 来自美国的天文学家哈勃发现了宇宙中所有的星系在远离我们 这意味着宇宙正在膨胀 如果宇宙正在膨胀 那么经历宇宙红移的光子的波长会越来越长 波长越长 能量就越小 这意味着传播中的光子的能量会因为宇宙的膨胀而慢慢减少 那么这个能量到底去了哪里? 很显然 这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 后来 来自德国的数学家克莱因和希尔伯特寻求埃米诺特的帮助 来解决广义相对论中能量不守恒的问题 敏锐的诺特发现到了为什么能量在广义相对论中不守恒 那是因为能量守恒定律根本不是最本质的存在 他发现到自然界所有的守恒定律都来自对称性 守恒定律与对称性有着非常深层次的联系 而他的发现也被称之为诺特定律 根据诺特定律 每一种连续对称性都有对应的守恒定律 比如空间平移不变性对应的是动量守恒定律 而时间平移不变性对应的是能量守恒定律 时间平移不变性指的是如果我们在任何时间得到物理规律是相同的 那么能量就一定会守恒 简单来说 如果今天的引力公式和明天的引力公式稍微有不一样 那么人类在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引力来获取无止尽的能量 从某种意义来说 对称性是比守恒定律更本质的存在 如果对称性不存在 那么与之对应的物理量就不守恒 在牛顿的绝对时空惯例 时间是独立而存在的 是静态的 时间只是用来描述物体运动过程的一个背景参数 但是在广义相对论里 时间本身不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 这意味着动态的时空会打破时间平移不变性 不仅如此 宇宙的膨胀也破坏了时间平移不变性 由于时空本身并不满足时间平移对称性 所以能量自然就不守恒了 当然了 能量在大尺度是不守恒的 但是能量在小尺度还是严格守恒的 所以这个能量不守恒现象可以忽略不计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 第八层 能量会因为伤增而无法使用 有许多人认为 既然能量是守恒的 那么能量岂不是用之不竭的 在我们的地球 如果物质能够再循环 那么能量也应该能再循环 很可惜 并不能 这是因为伤增导致了能量并不能再循环 什么是伤呢? 当然了 其实伤这个概念有点复杂 存在的误区比较多 之后 我会做个伤的实层理解来为大家科普 这里只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伤这个概念 回到正题 什么是伤呢? 其实伤本身就有非常多的定义 在不同的领域也有不同的定义 这里我只挑选与能量相关的定义 伤就是测量一个系统不能做工的能量总数 想要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824年 当时候的科学家都在改良蒸汽机 来自法国的物理学家卡诺提出 所有的热机的工作都需要存在温度差 当热量从热机热的部分 向热机冷的部分转移时 热机获得了原动力 而热机的效率取决于温差 然而 这些热机都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会发生热损耗 而且损耗的热能 并不能被重复利用来做工 直到1850年 来自德国的物理学家克劳修斯 提出了商这个概念 克劳修斯认为 热机在做工过程中 会产生无法使用的热量 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热能属于低等能量 很难被循环利用 而工属于高等能量 能够百分之百转化为 其他形式的能量 是人类一直都在追求的能量 这其实不难理解 热能的本质就是 粒子在做无规则运动 属于无序状态 而工的本质就是 所有粒子往相同的方向运动 属于有序状态 因此 热能是很难被利用来做工的 可能这时你认为不对啊 我们不是可以把热能储存起来做工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那就是热平衡 当系统从热源获取能量时 系统和热源之间会逐渐达到热平衡 也就是说它们的温度会逐渐相同 而这个时候系统是无法再从热源获取能量做工了 可能这是你认为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冷源 系统不就可以从热源获取能量了吗 确实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热源的温度会慢慢降低 冷源的温度慢慢升高 直到热源 冷源和系统达到热平衡状态 根据热理学第零定律 当这三个系统达到热平衡后 它们之间并不会有任何热交换 而此时此刻伤达到了最大值 没人能在从中获取能量 其实我们宇宙的宿命也是如此 当宇宙的伤达到最大值后 整个宇宙将会变得非常均匀 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结构或秩序 所有能量都将被均匀地分散到整个宇宙 宇宙的温度变得非常均匀 而温度在宇宙的膨胀下也越来越低 逐渐接近绝对零度 在这个状态下 宇宙中将没有任何可用的能量 也就是不能用来做工 使得宇宙中任何形式的生命 或者智慧生命都不可能存在 这意味着整个宇宙将陷入混沌 无需状态 直到永远 第九层 能量是不连续的 二十世纪初 物理学家们被三个问题所困扰 第一个问题是黑体辐射 当物理学家尝试用热力学里的能量均分定理来推到黑体辐射时 他们得出了紫外灾难那么荒谬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是光电效应 当时候的物理学家解释不了 为什么再强的光也轰飞不了金属版的电子 第三个问题是原子稳定性问题 根据麦克斯维电磁波理论 加速中的带电粒子会辐射电磁波 那为什么围绕着原子核做圆周运动的电子 不会辐射电磁波并坠入原子核呢? 为了解释以上的三个问题 物理学家提出了能量是不连续的 1900年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经过一系列的数学推导后 他发现引入能量的量子化能成功的避免紫外灾难的出现 普朗克提出些阵子不能拥有任意的能量 而是某个最小能量的倍数 这暗示着我们微观世界的能量不能是任意之 只能是普朗克常数的整数倍 在量子世界里 如果我们要激发一个量子些阵子 那么我们施加的能量必须是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或者是十个单位 不能是3.5个单位 在经典物理里我们可以施加任意的能量 但在量子世界不行 同样的 为了解释光点效应 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了光量子假说 根据光量子假说 光的能量也是一份一份的 是不连续的 所以爱因斯坦成功预言了光子的存在 1913年 为了解释原子稳定性问题 丹麦物理学家波尔提出了波尔原子模型 波尔认为原子的轨道是存在量子化的 根据波尔原子模型 电子只能占据特定的能级或者轨道 电子想要从一个轨道跃迁到另一个轨道 只能通过吸收或辐射光子 所以电子不会平白无故地辐射电子波并坠入原子核 这就是为什么原子只能吸收或发出特定能量的光 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认为原子的能级存在禁区 也就是电子不可能达到能级之间的能量 能量的不连续性也替我们解释了 为什么宇宙中所有的电子都有相同的质量 在量子场论中 所谓的粒子就是量子场的激发 比如光子场的激发就是光子 电子场的激发就是电子 而量子场本身是由量子斜振子描述的 由于量子斜振子的能量是离散的 所以我们必须用特定的能量值来激发量子场 举个例子 我们需要0.51单位的能量来激发电子场 1.022个单位也行 就是不可以0.3个单位或者是1.5个单位来激发电子场 这就是为什么电子的质量在整个宇宙都是相同的 这是因为它们都共想同一个电子场 总的来说 能量是不连续的 第十层 零点能量 其实 刚才第九层提到的量子斜振子的最低能量态不可以失灵 而是会有一定的数值 这带来了两个有意思的后果 第一 粒子不可能达到绝对零度 这是因为粒子的最低能量态依旧存在着一定的数值 不完全为零 第二 我们的真空不完全是空的 而是存在一定数值的能量 这个能量被称之为真空能或者零点能量 当然了 真空存在能量已经被许多实验证实了 举个例子 在真空环境中 当两块金属板互相靠近并达到微米级别时 两个金属板会被一股神秘的力吸引 而这个神秘的力是来自金属板之间的缝隙的真空掌握 这个现象也被称之为卡西米尔效应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真空能量是可以被利用起来的吗 很可惜 并不能 首先第一点 真空被称之为真空是因为它是处在最低能量态 处在高能量态的我们是无法获取低能量态的真空能 第二点 就算我们创造出了比真空还要低的能量态 这对于人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因为如果真空的能量不算最低的 那么此时此刻的真空处于假的真空 假的真空会有一定的概率衰变成真的真空 释放的能量会以光速C扩散到整个宇宙 这个现象也被称之为真空衰变 第三点 就像第八层提到的一样 如果能量是均匀的 我们无法从中获取能量做工 同样的 真空中的能量是非常均匀的 如果我们想从中获取能量 我们必须用某些手段来影响真空的平衡 也就是减少真空其中一个区域的能量 然而 我们付出的能量将会远大于获取的能量 虽然我们无法从真空获得能量 但是我们的自然界是会从真空中介能量的 根据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我们无法同时测量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而这个空间位置和动量 在物理上也可以被称之为共恶物力量 其实在物理中 我们还有另一对共恶物力量 也就是时间和能量 所以我们也有能量时间不确定性原理 时间的不确定性越小 能量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反之亦然 这个不确定性原理也可以被理解为 能量可以从真空界的 当然了 我们是界不了的 只有量子系统才能界到能量 假设这里有一座小山 一座大山还有一颗小球 在经典力学里 如果小球从小山滚下来 它肯定是到达不了大山的山峰 这个是被能量守恒定律所限制的 然而 在量子世界里 这颗小球是可以通过量子碎穿克服大山 并达到大山的另一侧 当然了 这是有一定的概率性的 是能屏障越大 粒子能穿过屏障的概率就越小 这个量子碎穿效应可以理解为 粒子从真空中界能量并克服大山 在太阳也是有这个量子碎穿效应 按理来说 太阳的温度是不足以发生核聚变的 然而 核聚变还是发生了 这是因为质子从真空界能量 克服它们之间的电磁力 导致了核聚变的发生 此外 在贝塔衰变中 粒子也会从真空中界能量 我们都知道中子会衰变成质子 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直接 这是因为贝塔衰变是弱力主导的 衰变的过程中会产生W波色子 所以整个衰变过程是这样的 中子通过W波色子衰变成质子 而不稳定的W波色子又会衰变成其他粒子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衰变过程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 W波色子本身就有质量 而且这质量并不小 比中子质量大了80多倍 虽然反应前和反应后的能量是守恒的 但是衰变过程中的能量是突然飙升的 这好比你在剂中秤上做实验 某些化学反应让质量突然爆增80倍 再回到正常的状态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贝塔衰变中的能量不守恒现象 根据能量时间不确定性原理 由于贝塔衰变这过程存在量子效应 所以非常短暂的能量不守恒是被允许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衰变过程就是中子从真空中解能量并衰变成质子 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由于W波色子的质量非常大 所以W波色子只能存在一小段时间 导致了W波色子的寿命非常短 此外 时间短也意味着W波色子只能移动一小段的距离 导致了弱力是短程力 不仅如此 由于所有的量子效应都与概率有关 所以质量越大 W波色子存在的概率就非常低 这就是为什么弱力所主导的衰变能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弱力那么弱 然而 与第一层相比 人类对能量的理解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了 就这样 我们真的理解能量的本质吗? 以上就是能量的十层理解了 大家对能量的理解是在第几层呢? 希望这期视频有让大家更理解能量的本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喜欢这期视频就帮忙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